歡迎大家收看不關機 今天的單元是硬是要分享 大家好久不見啦 將近一年的時間來 我們做了很多的調整 在做很多的事情 接下來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度 將帶給大家一些全新的體驗 但是沒有那麼快啦 我們應該到6、7月之後才會 開始恢復正常台電 那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主題是什麼呢 JVC65T JVC65T就是在我們2018年跟大家介紹過的T65的下一代 在帳面規格上 這台電視也都比65T 似乎還要更高規 但是價格似乎比去年還要低 這個Toyota車賣的真好 我只能這樣講 那目前這台電視呢在我使用下來 我也遇到了一些小問題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最重要大家其實看到這個畫面應該就知道 我們的T65 是可以跟65T一樣被破解的 那你就可以自由的去使用它 至於它的內存啊 諸如此類 跟去年一樣 毫無掌勁 它一樣它裡面的內存就是只有那麼多 但是呢整個破解流程用什麼方式破解 我們在這影片晚一點會跟大家說 在這邊呢我先口口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電視機第一個 它的厚薄度 比之前的65T 似乎要做的又更薄了一點 邊框很明顯的 也比之前 要更薄了一點 它的底座也做的跟原來不一樣 大家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應該都可以感覺到 其實T65跟65T在外型上面 是有感升級的 那再來就是它的HDMI 它的輸入Pore現在一樣是有4個Pore 那我已經忘了65T到底有幾個 那是不是有哪一些有支援HDR沒有支援HDR 在65T的部分有所限制的話 在這一版上沒有限制 但是一樣記得要去把這個HDMI 從1.4調到2.0 那在這邊再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我在剛拿到這台電視的時候 我印象中我大概等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那這也不是什麼重點 重點是那時候要送台北全部都沒有 所以我只能夠把他送到我苗栗的朋友那邊去 也就是65T的主人那邊 然後 所以很好笑 這個65T是先送到台北我這邊來 然後弄完了之後送回去我朋友那邊 那接下來的T65是先送到他那邊 弄完了之後再送回來我台北 可是 在我剛拿到這一台T65的時候 所有人都沒發現 我就發現了一個 我個人認為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不是單一事件 是那一批這立席 這一批T65的電視 全部都有這個問題 也就是在面板 他產生一個所謂的不均勻的 髒霧現象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遇到 如果沒有遇到呢 你也沒有看不出來 就是所謂的這個目眼 你無感 那我覺得大家就不要care 那我遇到 而且我強烈的不舒適 他產生的感覺像是什麼 如果今天你有個畫面是白色 或是灰色 裡面的東西在進行移動 你會覺得像我們戴眼鏡的人一樣 或鏡頭上面有髒霧固定在一個位置 大概這樣子 不規則 然後在動的時候你很明顯可以看到那一些影子 那個就是我遇到的問題 然後 但是我要講 JBC他在這個電視的等待跟配送上面 讓人很不愉快 這個不愉快是因為你得等 可是他在售後服務 跟我收到這個電視的第一時間反應的時候 他們的處理速度跟方式 讓我非常滿意 在這邊 我們來給JBC一個讚 那他那個時候大概等不到三天 就派人 再送一台電視 然後他們那一天也告訴我說 其實這非格安 那一天他們大概將近有五台電視 在做寄送的動作 跟換新的動作 然後他也告訴我一句話 你就先用 有任何問題就再換新的給你 聽了就送 JBC萬歲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去支持他 那至於畫質怎麼樣 我覺得你拿什麼BRAMIA來做比較 不公平 請你用2萬塊錢 甚至是4萬塊錢 5萬塊錢的價格 去定義他 我覺得都OK 在響應速度啊什麼的 可是這台電視有沒有缺點 有 在那邊跟大家講他的缺點 一如以往 他裡面的內建容量非常的小 其實坦白講 我不太懂為什麼 在成本考量或各方面來講 為什麼會那麼的 沒有辦法去破大他的 多給個1G 有那麼困難嗎 當然 對於2萬塊的電視 我們不要去要求他這一點 我無話可說 可是現在我就是要講缺點 RAM真的太小 如果你自己安裝一些APP 就像我們破解 大家看到畫面其實已經被破解了 你安裝了幾個之後 其實裡面的容量大概就只剩1G左右 那這個1G不是只 那還好啊 我一個APP才230 30 甚至不到100MB 裝下去怎麼會不夠 跟你要知道這軟體需要運行的空間 需要緩衝的空間 其實你大概再裝個幾個APP 他就剉掉了 而且你如果裡面的空間越小 他的響應會越慢 可是這點我還是不得不稱讚他 他的CPU跟運作的速度 遠比我這個舊安博 S8版還要來的有效率 第二個缺點是什麼 我在破解了之後 我發現一個蠻明顯的問題 就是 當我今天在使用這個破解畫面 上一台我沒有記錯5T 在正中間 因為他現在邊變得很薄 然後他現在感應在左下角 POWER開關的位置 這個到時候大家在看畫面特寫 當你在使用的時候啊 比如說我正在HDM3看安博 或者是我在打P4 可是當我要跳到他的 電視的原生桌面 或是我電視的破解桌面的時候 你跳回來 假設我在這邊的Smart TV 看完一個東西 我想要直接再進去看我的PS4 比如說你還是停在HDMI3 大家可以看輸入源 假設你停在HDMI3 現在就是進安博的畫面 那我給他跳回來我的桌面 在這 我接下來要再回去 我按HOME是沒有用的 他只會再丟一下 就告訴你 我已經在這裡了 你一定要再去切換 輸入源 而且你直接按3沒有用喔 你必須要切過來到4 然後等畫面 然後接下來沒有訊號 你再切換回來 3 你才能夠回到你這個訊號源 有 非常麻煩 不是有點麻煩 那當然有些人會講 你破解這就是帶來的副作用 但是我坦白講 我覺得 你今天就算用他原始的點 可能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原始就是回到有那一個 那個叫什麼 愛奇藝 他那個原生進去之後 你一樣按HOME到達那個畫面 可是如果你要再回到HDMI3 我覺得應該要經過類似的事情 那我不打算再重刷這台 因為這台我已經刷過3次 大家不用擔心 破解流程的也都非常簡單 所以 這個是我認為算重大問題 但不影響你買他的價值跟爽度 反正就麻煩一點而已 我在第一台電視來的時候 除了遇到那一個 髒汙 畫面髒汙的問題 我還遇到了他的USB 這個讀取槽 讀取失效的問題 那個時候我接了我的 隨身硬碟500G 然後跟接了一個 USB64G 都有發生 連線斷線 連線斷線的重複情況 那破解前 我沒有試過 破解第1次的第1台 遇到的這個問題 最後我將它完全還原原廠預設值 然後接下來換了一台電視回來 再到了今天 我測試 這個問題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跟在刷的過程當中 或是在我前兩次刷完了之後 可能我把一些軟體給移除掉 安裝的一些軟體 導致它有一點 袖頭袖頭的也不一定 整個整理的時候 問題一 你要等太久 原則上大概就是要等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那問題2就是我有遇到這個髒污的問題 但是已經換機解決掉了 也非個案 大家注意 那問題3 它本身內建的RAM太小 小到讓你覺得 我多給你1000你幫我多加1G好不好 這種感覺 那再來問題4 就是USB的讀取流暢度 然後問題5 就是我們的選單 這個頁面在進行切換的時候 這個訊號源你必須要重複的去切換它 所以以我個人建議 像 我們在看串流 有時候其實真正的串流碼都低於24張 大概都會在20張上下左右 甚至18張 那其實畫面就不會很流暢 那看串流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給它的訊號源 在24P以上 我相信它會處理的比較好 那畫面的清晰度 你也不要太低 原則上它處理流碼會處理的比較好 它在遊戲模式 你可以開啟 低延遲 它的基本選單就是有 標準模式 喇叭開啟類比固定 這些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影像 影像就會看到標準模式 你可以調整你的螢幕 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模式 寬螢幕啊 縮放啊 延展啊 標準 這個通常我們應該不太會去用到它 再來就是色溫 冷熱 有的沒有的電腦用色溫這個都有 然後背光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畫面的亮度 然後護眼模式就是 有多黃 你要畫面要帶多少黃 然後進階設定 這是很重要的 銳利度可以在這裡面進行調整 然後動態擬琴 就是畫面的流暢度 有從沒有到小中大 那就是落中強啦 落中強 這樣的差別 那我大概現在就先開中 然後智慧型背光 講坦白 我不太懂它智慧在哪裡 反正我就先設中 通常我們所謂的智慧型背光是 它去偵測你的畫面 然後你的畫面 比較黑 它就會把背光調低 但你的畫面比較亮 它就會把背光調到合粒子 這有點像投影機的動態光圈吧 我猜 但是我沒有辦法確定啦 大家自己可以再去做研究啦 然後連接的部分 無線有線 CEC開啟 最重要HDMI 2.0 無必打開 你才能在4K 60幀 HDR這部分的正式去進行行動 然後最重要的是 等一下大家告訴這裡 就是你的機台資訊 機台資訊呢 這邊我也告訴大家 我發現的一點 我的第一台 就是有問題的那一台 這邊的修訂版本 是2014年的任體修訂版本 那 像我現在的安博盒子 因為只有支援到1920 所以它這邊顯示的是1920 60幀 這都沒有問題 我現在是使用無線設定 當大家要破解的時候呢 請務必用有線連結 我個人測試過 你有沒有那麼幸運 我不知道 但我個人測試過 當我用無線去進行連結 輸入我的IP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順暢的 執行破解動作 它會在幾個地方 就卡在99% 就停住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這樣子做 所以 破解的步驟是什麼 1請大家去Mobile下載我們那位神人老大所提供的 T65T精簡破解工具包 那這個工具包經我個人實驗 非常棒 非常小 非常好用 安裝的時候也就如同大家建議的一樣 請你安裝1 就是一個桌面的破解系統 再去安裝2 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MX player 那你在安裝的之前在你執行那個小工具的時候 請務必確認你的電視機的有線網路 跟你的電腦的有線網路在同一個區段 也就是192.168.X.X的這個範圍內 那執行的工具之後 它會正確的顯示出來你的電視是T65 然後你選YES YES完了之後就有1234的選項給你選 只要安裝前兩樣就好了 那Google不建議安裝 就如同商店講的 沒大 你裝了之後你根本沒有空間可以裝備的東西 那目前呢 我自己在破解了這個之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安裝的軟體 第一個這個原生 我記得這個原生就掛進來了 Smart TV一定要裝 然後Smart TV在這邊也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因為之前我在安裝的時候遇到一些狀態 就是在設定 你在一開始的設定選項的時候左邊第一個或左邊第二個 你都可以去設定看看 那 我曾經有在安裝完了之後使用一陣子 它就再也沒有辦法正常的啟動 那再來Smart TV你的電視一定要保持在聯網的狀態下你才能去執行它 否則它會直接顯示錯誤訊息 這個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那本身JVC的多媒體的播放機 其實功能算相當強大 不過很多的4K 都能夠很正常的去進行播放 但是呢 目前我有發生的問題是它自己本身內建的多媒體 在某一些影片有內建字幕的時候 你在選到中文語系的字幕的時候 它就會散退 就跳出來 就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 那這一點還挺令人不爽的 那有這種問題的 我就是用MX Player去解決 就OK 但是它的播放的相容性媒體在不考慮字幕 包含你去網路上下載的很多的原生4K檔 它都能夠蠻 忠實的去播放它 這一點我覺得不爛 大致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就到這邊 所以大家要記得 這一台電視相當好相當不錯 歡迎大家去分享我們的影片 那希望這個能夠對大家有幫助 以後我們在這個新的活動上面在這邊跟大家預告 就是在日後 我們這個不關機 會跟這個有一個叫做網路媒體的聯合會 一個這個網路創作者的協會來進行合作 那我也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可以擔任他們這個裡面的幹部 來共同的未來去推廣 這個網路相關創作者的一些權益跟一些資源 那也希望我們以後未來有各式各樣的影片 因為接下來我們應該就要開始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們要組一台新的4K電腦工作站 來做簡潔用途 那我們到時候會有這方面的新的開箱 預計會在6月份的左右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 一如以往的在YouTube跟我們留言 但是我還是跟大家講 因為YouTube上面的留言 我們要及時去接收到它 會有一點難度 所以歡迎大家到我們的粉絲團 來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也多推薦我們的影片給大家 我們會希望說以後能夠有這種3C產品 不能講冷門 就好像最不知道為什麼 65T其實也沒有很多人去拍 那T65更少人去拍 那我們也會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想要看 一些這樣子的東西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也會在日後嘗試去拍給大家 因為有這些資源 在這邊很感謝大家 對我們影片的收看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打開小鈴鐺 到我們的粉絲團按讚 那也歡迎大家把我們這部T65的影片 轉載到任何地方去 那只要祝您出處就可以了 感謝大家下次見 掰掰